泰国曼谷郎曼国际机场Don Mu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发生罕见意外 一名女在电动走道Travelator又称电动步道上跌倒 一条腿受困 动走道内导致腿部需节肢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 谷邮报报道 事发于今日29日早上8时27分 位置是曼郎曼国际机场第二国内航线大楼 4号和5号登机 之间的电动走道 该名女游客当时正要去登机 道指女游客在被自己的行李箱绊倒后 一条腿入电动走道 事故发生后 机场医疗团队为女子 就再将她送院治疗 出事的电动走道已暂时关 已进行相关调查 机场当局在Facebook发文向伤者表达 问并承诺承担医药费 以及失去部分腿部的陪 机场总经理卡兰特当天就此事召开记者会工 详情 他说 机场职员每天都会检查电动走道 职 星期四也检查了出事的电动走道 确认没问题 启动 卡兰特说 由于目前还在收集所有相关资 因此还无法断定是发起因是设备问题还是人失误 当局将尽快完成调查 随后会发布报告 这意外没有造成任何航班延误 星岛申诉 100级诞生之 我最喜爱影片票选 由6月16日至6月30日 玩 细英曲总值超过10万丰富礼品 立刻点击投票星 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 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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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